原标题 两个人还有更深的关系 陈庚的四妹妹嫁给了谭正 所以谭正是陈庚的亲妹夫 而陈庚是谭正的大舅哥 陈庚是湖南乡乡人 属于将门之后 陈庚的祖父叫陈一怀 是清军的一位猛将 官至建威将军 陈一怀早年加入相军 跟随曾国藩平叛太平天国运动 立下了赫赫战功 陈一怀擅使大刀 复时筋的大刀握在他手里十分轻松 沦如旋风 水拨不尽 太平天国灭亡后 陈一怀结甲归田 隐居乡里 过起了小老百姓的生活 陈庚自有受到爷爷的影响 对偷军十分向往 年幼的陈庚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跟随爷爷学一些武术 笨棒拳脚 样样精通 据说陈庚上位参军之前 经常带领村里的一些发小 模仿打仗 眼正比武 指挥的游刃有余 相母相养 所以幼小的陈庚 已经表现出了少年老成的气魄 陈庚的父亲陈导良 自少淳 后人也称陈少淳 陈道良也是一位豪爽正直 乐善好施的人 家里的几百亩田地 因为饥荒 基本上都分给了周围的穷苦百姓 自家留的也没有几亩的 陈庚正是出自于这样的家庭环境 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就是把一生奉献给百姓 先天下之幽而幽 陈庚读私塾期间 认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谭正 谭正的家和陈庚的家相距只有七八里的 本来谭正是在他家附近的一所私塾读书 新派革命后 受到新式教育的影响 当地很多私塾都被要求禁止教授学上 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 谭正的父亲思想比较保守 还是想让儿子学习四书五经 于是四处打听 听说附近有一所私塾 还可以学习四书五经 然后就把谭正送到了这里读书 此时的陈庚也在这所私塾读书 就这样 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谭正也借宿在陈庚家里 两个人的关系情同属足 陈庚比谭正大三岁 陈庚毕业后进入东山高等小学读书 而谭正还在读私塾 陈庚回家后 经常给谭正将一些先进的革命思想 以及工农运动等精彩的事情 谭正在此期间被深深影响了 就在谭正住在陈家期间 他逐渐喜欢上了陈家的四女儿 陈庚的四妹陈秋菊 陈庚从中间牵线 最终促成了四妹和谭正的姻缘 陈庚从东山小学毕业后投入革命 考入黄埔军校 谭正私塾毕业后 想报考东山小学 无奈老爹谭润须不答应 谭正只好作罢 陈庚不断给谭正写信 鼓励激励谭正 一定要从军 只有投身革命 才能解救水深火热的中国 谭正也不断和父亲对着干 甚至以死相逼 老爷子最终只好答应 让儿子去上东山高等小学 谭正在东山 小学接触到了大量的革命书籍 以及先进的思想 谭正毕业后 虽然未能考入黄埔军校 但是他于1927年春 投身国民革命军 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陈庚和谭正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两个人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5年的授贤仪式上 两个人同时备授予大将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 陈庚将军子女众 有三个都是少将军衔 分别是陈之剑少将 陈之术少将 陈之牙少将 可谓虎父无权子 返回搜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